一对英国情侣在日前抱怨花莲检疫所环境糟糕 像是监狱引发了国人的不满 他们原定要在29号结束居家检疫之后 10点离开检疫所 后来为了避开媒体决定是提早了行程 由英国在台办事处的人员陪同下 提早搭乘了8点多的火车离开了花莲 而至于这两人一共5000元的餐费 是否护轻了 花莲县卫生局局长朱家翔表示 英国在台办事处已经在协助处理了 上午7点半一男一女背着大背包戴上口罩帽子 出现在花莲车站 这对英国籍情侣 29号凌晨解除隔离禁令 原定上午10点出关 却提前离开花莲检疫所避开大批媒体 应该很早就离开了 因为想起我不是很清楚 预计说早上10点 对原本是这样子 那怎么突然改变计划是由谁来负责吗 还是 我想中央会处理 上午7点就提前落跑 卫生局说是英国在台协会主导 这对情侣三月中来台转机 居家隔离14天 英国女子Dawson却通过母亲 在英国BBC投诉 台湾检疫所待遇差 像在监狱引起轩然大波 一天250块台币 对 吃家住 对 一天250块台币包吃包住 却造谣吃不好睡不好 全国人入赤中央疫情指挥官 陈时中更宣布取消他们 14000的隔离补助 那我相信这个公道是在人心 抱怨到国际上重伤台湾形象 外交部出面诚信后 BBC已撤下文章 证明英国籍女子也随后道歉 而这几天住宿费一共5000元 华联卫生所表示已经全数缴清 英国在台办事处协助处理 至于他们要出境 还是继续留在台湾旅游 行程不得而知 记得不好报道